我曾經在英國陸軍服役了 大約五年 幾 六年 先講講背景 為何會無緣無故返回香港 然後加入了業務通文 然後開始去促成這件事 過年期大約是由我離開香港的時候講起 當時的背景大約是2010年 第一次不居公投的時候 當時的政治環境就相當悔減 我是選擇了逃避的 我就離開了香港 去英國 嘗試在那邊留生活 在地緣之下就加入了英軍 一做就做了差不多六年 中間發生過很多大大小小的事 其中一個對我來說是一個轉變點的 就是雨傘革命 因為在我的經驗裡面 我由軍隊學會的東西 就是去保護屬於我的國家和城市 但是透過互聯網 新聞的資訊 看到我長大的香港發生一些這樣的事 而我是無能為力 沒有可能去幫助他這件事 結果我就相當內疚 然後不斷都在尋找一個機會 我是不是應該去香港 為這個我們長大 這個我們生活的地方做一些事 直至到黃研達先生 二血公民 普羅政治學會 和香港議會 對他們去搞這個五區全民制建的運動 我覺得這是時機 那我就跟上級申請退役 然後就回來香港正式加入這個運動的區域 當我第一次看到黃先生和黃先生聊天的時候 他很直接地問我 溫撐你可不可以幫幫忙 去考這個地區少年軍這個活動呢 當時我就猶豫了一會 猶豫的原因是 當然我是很樂意去做 但是我去考慮的地方就是 究竟我是有些甚麼可以教到這些青少年呢 那我想一想 就不是想了很久而已 關於要教些甚麼給青少年 譬如我一些槍牙的應用 一些軍事常識 基本上對於青少年是沒有甚麼重用 那我再想一想吧 其實不是的 其實我是有很多在軍隊裏面 得回來的經驗 是很值得去教給一些青少年 尤其是譬如我們現在招收的 十四歲至十七歲的青少年 因為要教導這班 十四歲至十七歲的青少年 尤其是他們在一個法育的時期 無論是心事或者生理上 都是一個成長很重要的階段 所以我想透過這個活動 尤其是我負責那三十兩夜的訓練 我想去設計一個一系列的活動 去訓練他們 包括體能 因為青少年來說 體內或身體是相當之重要的 所以要經過體能訓練 去令他們有一個健康強健的體態 和一些團隊的活動 教授到他們一個團隊的重要性 要在一個群體裏面有相當的養心力 因為經軍裏面有一個核心價值 去教導我們 要有勇氣 要有紀律 要有捨己的精神 要誠實 做一個正直的人 詳細就不在這裡說 我會教小朋友 希望透過這些活動 去令到青少年成長的時候 得到一些這樣的資訊 從而建立一個正直的心態 還有一些相當有趣的過程 我會將活動設計得相當有趣 令到他們可以開開心心地 在這兩個月的時間裏面 可以有一個很難能的回憶 在他們長大的過程裏面 大致上是這麼多 好的 我們